为何我们要寻求佛陀的庇护 那些信神的人 在他们感受到恐惧 悲伤和任何干扰的时候 他们都会以祈祷的方式 寻求帮助和保护 很多佛教徒会问 当他们遇到不安的时候 应该寻求什么人帮助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佛教徒说 佛教对神明的观念 是与其他宗教不同的 但是当人们 冥想沉思佛陀的崇高特质 他伟大的胜利 他的冷静 和他高贵的人格的时候 人们的心水 就会冷静下来 而且获得信心 其他宗教的信徒会说 神并不是人 而是存在于脑海中的 一种以人化的力量 当人们将焦点 集中在这股力量的时候 人们就会冷静下来 并且获得力量 因为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会理智地面对困扰 分析难题 从而找出克服难题的方法 佛教徒也都以同样的方式 在脑海中 冥想佛陀的形象来解决难题 事实上 很多难题都是由我们的思想所引起的 只要我们的脑袋 能够理解这些难题 再加上信心 这样 紧需头脑 就能够解决难题 这个也是佛教徒 有必要理解佛经的重要原因 当思想 通过对佛陀的虔诚教义 而获得鼓舞和增强的时候 思想就能够克服无助 和对邪恶的恐惧 进而重新找回信心 这就是我们必须寻求佛陀庇护的意义了 在佛庙里面 为孩子寻求庇佑 献花 香烛 或者水果的仪式 会在殿堂里面进行 住庙的法师 将会受邀请 为婴孩诵读经文与祝福 在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请求法师 为孩子取一个 适合的佛教徒发明 当孩子长大后 父母有责任 定期带孩子上庙里面 聆听简单的教义和道德 让孩子有机会 和献诚的信徒接触 并从中受惠 随着时间过去 孩子就会习惯佛教的生活方式 并且对妙语的安长环境感到熟悉 当然 在孩子有重大的事情 例如第一日上学 考试 生日 或者其他快乐的事情的时候 也应该带孩子到妙语里面 接受特别的祝福 在孩子惯于听取经文之后 他们就会获得无穷的信心 因为 他们知道通过经文的分图 他们就能够获得保护 这样一来 不说他们肩负任何艰巨的任务 他们都会有更好的表现 而且面对困难的时候 也都不会紧张不安 反之 他们更有安全感 不会陷于完全无作的恐惧状态